HELLO 又到星期三晚缺展中 這個你嗎? 是的 你來的 沒問題 這個貓也有份 看到貓也在女王家 直播 沒計算 馮波 今個星期 接著上個星期的話題 很好玩 但變化很大 雖然都是說補選 但落馬那個不是姚教授 嘩 謠言滿天飛 你怎樣看呢? 看報道 報道就說是林鄭 這個神奇的說法 就是林鄭親自回來 不是阿寶 親自回來香港 放她的馬 為何放她的馬 故之前這個故事是真與假 眾說紛紛 說不定 但象徵度甚高 的而且大家都知道 做官的 怎會自己拍板 當然是樓上有人說事 如果不是林鄭拍板 難道是西環拍板嗎 這個就不知道 據報就是這個 林鄭 乾坤 獨斷 不是問西環 她自己放了姚教授入閘 說是這麼說 但你認為是不是這樣 嗯 我們看看最新的情況 再對照一下 歐樂軒入閘 歐樂軒入閘 這個不奇怪 老實說是民主黨 或是X民主黨 劉詠康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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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明是港獨的 所以這個很明顯 這個極性的情況很明顯 反而周庭和姚松炎 就在教育股 上個星期博明在吵起控 不是撐不撐的問題 因為姚教授都觸過李嘉賓 我們知道甚麼事 他一向都不是港獨的 但我們上次說的很過癮的邏輯 只要不是DQ主任 有人說DQ主任 只要選舉主任說 我不相信面皮夠口就行了 因為同樣的說話 姚教授說他不是港獨 其實周庭也說自己不是港獨 他在黨方就說要自決 民主自決是一回事 因為上次他那邊有人進入了 沒有DQ 根據同一件事 他解釋是最新的政治發展 最新的政治發展是沒有意思的 都是那班人仔 都是那個綱領 有甚麼最新政治發展呢 如果你說最新政治發展 唯一叫可圈可點 兩個候選人都爆發過同樣的東西出來的 到底跟台灣那邊的聯繫是如何 唯一一樣分別跟上次不同 會不會是台灣所謂的關係 會不會是台灣所謂的關係 令到他所謂的港獨的審惠可信呢 我猜有另一種看法就是他真是把黃之鋒當了一個霸 所有連坐的 珠蓮 珠蓮 哈囉 我們又回來了 死不斷氣 不好意思 等一下 為何會斷氣呢 有可能我們被人吃了 不敢說 不知道 最大可疑就是剛才那隻貓 牠的貓應該是那隻貓 五毛肯定有五毛 很多毛 先當作是 技術困難 不好意思 稍後會改善的 剛才提到一個很懸疑的問題 到底為何會是姚教授 因為他已經被人出現了 而周小姐被人出現了 最後那句 我正在回答馮博爹的時候 是豬連久族的問題 由黃之鋒開始 從旁邊散出去 如果你說最新的形勢 台灣聯繫經常都有的 不同的候選人問了相同的事情 有沒有去過台灣 跟時代曆那幫傢解諸如此 但是如果兩個 那麼多個 每個都有份 唯一分別 可能馮博也沒有說錯了 那個個人關係牽連出去 只有一個叫黃之鋒 但是 但是不會有反彈的嗎 真的不知道 周庭反而益了 你找歐樂軒的中間派 可能隨時更好 是更好 我不知道為何 是不是林鄭特意造勢給歐樂軒 這個打龍通厲害 這個世紀打龍通 又來了 馮我沒有說錯 其實周庭出選 第一 你說政治倫理也好 怎樣也好 年輕人出選 正常的 但是反而反而 如果讓歐樂軒去選 其實又好像馮博說 光譜闊很多 雖然說它是X 即是民主黨 但是相對來算 你中間的選民 基本上是敗的 我不知道為何有所謂的 你看看基礎是這樣的 可能正在做區議員 在歐樂軒的政治綱譜上 再靠中間一點 而且對於一些 可能相對中產或保守選民 傳統民主派支持者 即是中間那邊 會投票給民主派的 其實可能歐樂軒的政治綱譜 還靠中間一點 應該是更準確的 應該是這麼說 放出這次是隻抽的 是補選來的 不是全面選的那隻 在這種情況下 你不是計比例的 大哥 全都在 如果真是全都在 有機會大過全都在 其實是不是說 外面的說法 都是真是怕年輕人 怕年輕人的意義 大還是不大 有多害怕 封住那扇門 讓你任何的 所謂青少年 所謂參政 透過這種抗爭性 在立法會的渠道 將你消滅了 讓你覺得沒有出道 是否能夠成功 這是一種解釋 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至少周庭是這麼說的 另一個是 其實他自己 起碼擺出來的那條線 都是一致的 即是我說你港獨 但是至少他們不相信黃之鋒 或者等人是不會尋求港獨 原因是因為你說要自決公投 公投 公投那句 選項是包括 總之其實老實說 公投就不死 不排除港獨選項 如果這一類的說法 其實大家看大陸之前對付台灣 都已經定性B型台獨 只要長遠來說 馬英九所說的那種 長遠可以統又可以讀的那些 閃削其次 總之這一類型 即是你明確表態的 就當你是讀的 總之我不明白 這個解讀反而是靠譜一點 老實說 正常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當那班官 那班AO 是機械性操作的話 這個分析是對號入作 是適合的 所以劉永康是肯定的 問題是你不排除這個選項 說公投的 他都當你是一樣的 唯一擺明姚從嚴 的確沒有這個所謂選項不選項 由頭到尾都說反對 沒有 如果你是機械性來理解的話 結果很正常 似乎操作上是這樣 我猜林鄭一開始 都已經事先張揚 就說一定是選舉主任的決定 今天立法會大臉都說了 我不是在香港 問題是大家不會相信 似乎 我猜那條線又下了幾種方式 總之你提過公投就死了 即是敏感字 即是敏感字 就是誤毛的說法 總之見到就打你那隻 總之你在大陸上網 我找不到那些你從擋光出現 就把你拆開 就是這樣 機械性解讀 又來人無恥就無敵 你的貓 又在那裡偷點水喝 喵 那就是那句 你無恥就無敵了 貓也是這樣 人也如是 所以這次的結果 如果大家當作是機械性操作的話 反而我覺得殺傷力沒那麼大 殺傷力沒那麼大是甚麼意思 起碼對年青人殺傷力沒那麼大 你猜到他在做甚麼 你猜不到他在做甚麼 就怕你猜到他在做甚麼 如果不斷計算的話 年青人是否會不… 我不知道會不會聰明了 即是等於說這次宣誓 我想大家都不會再玩東西 那宣誓不玩東西 並不表示他尊重你的基本法 大家明白甚麼意思 即是你捉不到他痛腳 如果我玩捉不到痛腳來計算的話 除了一個州庭以外 還有千千萬萬的州庭 你難保有一個獨立候選人出來 他也是十多歲 數人一個 他完全不講港獨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甚麼 所以變成反而我會覺得 那個影響是甚麼加科 是會是一個很正常的政治趨勢 大家其實說了很久 說到大家都已經麻木了 不說一回事了 就是港獨會轉為地下活動 你不可能消滅這件事 只不過是將港獨變成地下活動 而且組織地下活動的會是年青人 這個最有可能的結果 你要他們不搞港獨 或者不想港獨 是不可能的 你越打壓反抗會越大 問題反抗形式是如何的問題 甚至乎有種理解 就是本土派那種蕭聲匿跡 似乎比想像之中快 也可能在DQ或之前的事件之後 就迅速轉為地下 其實可能它下面的組織發展 你不知道 既然在地下我就不知道 正常 如果知道就不是叫地下 那種感覺似乎 本土派的土北亞界比相像之中快 情勢很急速 表面上肯定是 但是那個土北亞界是甚麼意思 應該就是說有很多本土派 尤其是如果較為傾向進取那隻的話 你是以旺角暴動為昏水嶺 而旺角暴動被人拘捕的大有人在 而那幫傢伙是不滿泛民不去摟他們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分水嶺 亦都有另一個叫telltell sign 甚麼加科呢 這次有人報導過 但不知為何不是那麼多人分析這件事 就是這次周庭出來的那個造勢大會也好 怎樣也好 反DQ那一下 有很多人報導說現場出席的 大部分不是年輕人 是中坑 不是老人家 中坑有老人家 年輕人不是沒有 但比例上絕對不像當時佔中的情況 肯定不像旺角的情況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 如果大家的鏡頭拍攝了 不是拍攝台上拍攝台下的話 是會有一個很有趣的感覺 就是說撐周庭反DQ這幫人 這次出來發聲這幫人 其實是民主派的基本盤 而不是光譜的另一邊年輕人 不要激不激進 你只看他年齡光譜的主持 變成周庭純粹是一個圖騰 不好意思 周小姐 不是說你沒有資格 反過來別人當自己是圖騰 泛民基本盤那幫 所謂的忠實派 即是核心 其實用了周庭和姚重燃 Stand for他們自己的政治取向 而不是因為要保住周庭 作為年輕人代表 是兩回事 而現場看到年輕人 有多少人出來支持周庭 不敢說 因為沒有機會投票去選 而說到 又沒有做初選 又沒有做鋪領 所以實在 年輕人的取態是如何 反而我覺得這個懸疑 比你DQ了周庭這件事 我不知道今次會不會有投票選舉的進一步分析 希望大家盡快做這件事 原因就是到底泛民本身是否後繼有人 都是很重大的分水嶺 如果是因為港獨這個議題 而令到年輕人轉為地下活動 不再購買泛民那一套 泛民自己是很嚴重的 明白嗎 不知而言 以前的黃金比例 64已經不是差很遠 再加上年齡架構向上移 即是下面那一班 大家有數計做了鋪領 便知道 那一班完全不會認同中國 已經擺明了 鋪領是這樣的 所以這件事 你再向上移動的時候 其實泛民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你可以說天下三分 雖然年輕人的比例比較少 因為我已經做了分析 大家已經看過了 年輕人25歲以下的層面 在整個選民裏面 三百多萬來計算是少數 但是看看登記比例 是爆升得最快的 肯定佔中國影響很大 所以可能又要再做一次世代分析 我們要來計算 今次真的要計算 就是有點前瞻 真的入閘了 歐羅謙沒有被DQ 已經通報了 所以那邊的搖交賽出了線 會不會臨尾再脫腳 我不敢包 如果是怕那個反彈大的 臨尾來DQ他一樣會死人倒樓 或者孫勢再出事又死人倒樓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會值得做一件事的 就是跟進去檢查一下 到底年輕人搞什麼 如果你說那個中國認同 真是插水的 他肯定天然毒的了 你可以這麼說 不是循序漸進的那隻 已經擺明出現天然毒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政治上如何處理呢 不論建制或泛民都要想的 建制是想不到任何東西的了 你預料了的了 只不過是有銀彈政策 又逼你學普通話 其他事情 只是這樣 但如果真的轉為地下活動的話 那位小朋友會很乖 他不會出來反對你說普通話 甚至普通話可能會很厲害 也不奇怪 問題是他心裡想 那什麼鬼說這個才好玩呢 你再看不到他 因為你打到地下 是啊 他真正的面目你看不到 但是如果真正的面目看不到 那是不是更加可怕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 看回台灣所謂的國民黨 那麼有時期 後來起了他飛腳 很多人都扮乖 是啊 李登輝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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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是天治第一號臥底 台獨可以上到頂 這件事 問題是香港沒有幾十年玩 大家知道 有五十年 其實大家都在這 提心吊膽 到這個日子會怎樣算 二十年過了就只有三十年 已經走了一半 剩下一半時間 年青人在二十年玩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 好 密切留意 我們能夠摸到 或者索到的線索 盡量去索 但是我會覺得 暗湧會很古怪 這次歐羅軒 我想如果勝出 不是奇怪的一件事 即使你取消了 年青人票 又是那句不好意思 他真是選民裏面的 minority 如果用泛民基本判 就歐羅軒贏 我覺得懸念不太大 反而現在這樣的名單 我會覺得泛民全取 可能只剩下司馬民的席 可能會有一點 那裡有變數 但是那一段 很難搞的 因為 原本上次出來選的時候 都不是差那麼遠 明白嗎 這次沒有了姚重艷 你極其量功能界別 那裡少了一票 功能界別少了一票 緊張還是不緊張呢 其實暗湧是存在的 因為這次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用這件事來動手 司馬民不懂得聽 應該懂得聽少少的 提醒一下 這次其實有一個很過癮的議題 引申了出來 跳一跳線 不說那邊 這次有一個很過癮的 引申議題 令到那一個專業界別 又是腰心腰肺的 就是律政司司長 以好忙為理由 將他本身的專業 發揮到淋漓盡致 在所有其他情況下 他都是一個專家 唯獨是對他自己住的地方 和自己買的物業 他不是專家 很忙 忘記了有地牢 不過在樓梯上有P 或者 是不是Hello Kitty 好像在一個人的無公仔裏面 裝飾很漂亮 很可愛 但他不知道有地牢在這裏 他的說法就是 好 反過來 你以後怎樣做測量師 你死了 何止做測量師 寫了一本書 不是 你以後的測量師怎樣做人 你以後的測量師怎樣做人 我有專家意見的 我就擺一本書出來 而那個就是 嘩 嘩 偷雞最厲害的那個 那是不是就是說 不如找這個葉繼歡 做保安局局 做保安局局 就是一個笨 就是說 如果你認同這個律政司的話 你就是賊 專業還是賊才想清楚 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是令到那個界別 面目無光灰頭土面 其實我覺得在那個辯論場合裏面的話 其實是值得提出來討論 梁振英的年代 自己一定沒事 你一定有事 上一次那個界別反彈 其實都是因為梁振英 很老實 你身為所謂的專業 大家要怎麼見人 其他就有這個 上次選舉的時候 就有這個民主三百家 民主三百家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追蹤這件事 就是民主三百家裏面 這個測量界到底影響有多大 還有沒有這個印象 醫學界肯定 但是測量界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地產太好 大家又歸邊 這個不敢幫忙 但是關於現在有人 拿了你的界別出來開玩笑 這個就是值得要說的一件事 對到界別裏面 如何維護自己的專業尊嚴呢 肯定很多事情要問 否則以後大家會當你是賊 有時間的賊 這個界別的意義 我猜就是之前 大家都知道上一屆 謝偉傳落選其中一個原因 那個馬臂 都是裏面分了票 說不定數 變成就被遙從嚴 其實遙從嚴都不是一個多數 對 不是大比數 如果今次司馬民贏得到的話 意味著政治板塊的移動成立 就是說專業界別的反台 可能是成為了一個趨勢 或者是向那個方向不動 大律師公會肯定已經反台 預算了 所以那個選舉 雖然不是補選 但是他們自己的專業界別裏面 那個執委會 那個選舉 反而是很明確的 擺了明 因為這個一地兩檢 衝擊而發生的 這次衝擊 as good as it 的兩檢 就是律政司這件事 會不會真的影響到投票呢 這個值得留意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英國都當年留下了 這個功能界別組別的話 不是說分餅仔那麼簡單 而是真是講了一個好個人的概念 你說均衡參與也好 它叫專業議政 在這個前提下 你專業人士的政治力向如何 政治取態如何 值得相確 會不會繼續這個界別 都會反彈呢 密切留意 能夠分析的又不是很多 逐漸在撕橙皮和洋蔥皮 是彈出來的 除了跟進的報告 看看歐軒和年青人如何處理 下回分解 還有什麼話題 今天是好玩的 除了月光今晚月全食之外 又說世界每天 一百多次 藍月紅月 新生日之日 有什麼好玩 有什麼好玩 另外金融 金融的雷創新高 破頂 爆表 有什麼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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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歷史上 自從上次沙士以來 最大單的單一爛尾樓事件出現 整個盤11億扔出街 包括山頂豪宅 商業單位 寫字樓 一大集整個東西扔出街 終於有一個中資老闆 爆煲 其實爆煲也不是今天的事 但終於被判破產處理 銀行銀主盤 銀主盤 銀主盤是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怎麼能接到這麼多盤 我也不太清楚 東亞這個數字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不是看著這些人破產 我看東亞會不會破產 除了這件事做什麼事 不可以快點說出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金管局又不出聲 金管局又有指引 你不能壓重柱 某些客人 這次客人肯放在上面 壓重柱 不知道什麼事 東亞銀行沒有什麼仇口 老實說 是自己是朋友 麻煩大家都是肥貓 但也沒有理由這麼欺貓 所以暗勇就是 開始有爆煲 但是爆煲 你也可以減速賴說 不是主體的 主體始終是 大家現在炒蚊營樓 炒到南亞都炒到發瘋 這是第一個爆煲 第二個 貧林爆煲 會不會爆煲 還不知道 海航 蕭公之前說的那個 是曼達 曼達第三件事 稍學說 曼達第三件事 還未爆 海航這次過癮的地方 是甚麼加貨 已經玩了眾籌 因為國內海航系的股票 有很多已經停跪了牌 沒有辦法再集資 已經預料了 上一個月出現了一個 過癮的打毛波 利用海航下面香港的地產公司 名義上發動一個所謂基金集資 即是通過房地產基金等投資者 直接投入那個項目 於是他就不用經銀行那條線 借錢 反正銀行都不肯借 真可憐 甚至已經解釋過 可能會是哪個老闆 都不知道 兩個時線基金 誰知哪個是老闆 結果銀行不肯再和大家交道 於是斷攬 那一塊地 從頭到尾都提醒大家 是還沒有收費的 是還沒有收費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最新推出 今天報紙也有報導 推出了幾乎玩眾籌 其實依然是沿用所謂基金集資的概念 又不經銀行 又不經機構 諸如此類 警告所謂投資基金 其實就是把房地產項目打包 拆件 大家投了 可能一人幾求港幣 一人一求港幣 當買馬錶 買彩票 買六合彩 入場 買大 開大 發財壞便 壞定離手 已經去到這一步 問題是香港 講得難聽些 斜什麼時候輕眾籌 麻煩 返回大陸 他依然是用大陸的方式 來玩香港的市場 其實是玩不到的 而另一個地產大亨 陳啟宗已經潤了他一夜 天價搶地 未見過有人去 很下場 這些金融肥媽 陳啟宗很愛國的 他都說這些話 我想海航都來死期不遠 應該走 海航這件事 將會 如果沒有 將會是中資大型 在香港爆煲的第一個案例 上一次大型爆煲 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 是1987年金融風暴 光大地產在香港爆煲 大家真的忘記了這些事 當年光大 吊著命的下 到了最後 香港的地產大肯打救他們 海航這次有沒有人打救 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笑咎他傻仔 所有地產都笑咎他傻仔 而銀行已經下閘了 唯一有機會集資到 現在眾籌都出賣了 是不是吃花生等爆煲呢 但還有一線很過癮 大家不要忘記一個很過癮的人物 叫王岐山 居波是海航的保護山 而最近國內出了一個很過癮的人士調動 是王岐山重出江湖 哇 這件事很過癮 千萬不要以為沒有關係 原因就是 國內永遠靠保護山 西瓜靠變大 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有靠山有後台 就行了 如果王岐山忽然之間 甚至有謠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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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機會出獎 國家副主席 這個位 這樣就大領落了 有人罵有人撐 有人撐 可能海航會翻生也不奇怪 這個我不知道 還是九急跳場 迫到他賣場角 焗王岐山 不出來不行 這件事很過癮 雖然有很多人覺得 尤其是從政那班人 不是看那麼多經濟 雖然有很多從政那班人 覺得 好像香港和國內 不是那麼關係 這樣傻了 香港永遠都是 中國的集資中心 剛剛最新 你不信看信報 今天出了 你看內業A2已經說了 連環抽水又抽了過千億 又抽了過千億 各大房企 拼命香港泵水 你看那些人按機 都按了多少錢 60億 閃仔來按機 都按了60億 現金 何況各大房企 不是抽水 奇怪 而抽水最厲害的 這下絕 又解釋 為何香港和中國 那麼緊密 就不是香港靠中國 是中國靠香港 金融這條線 是絕對無法爭辯的 如果你看回 《信報》A5版 我先講一個很過癮的例子 就是萬達的個案 萬達的地產 之前 老王 我叫老王 是中國首富 我不問是否全球 是中國首富 戚冊風雲 財大氣粗 到處去買東西 雖然狀況多 然後忽然之間 滴起心肝 回歸A股 對賣了一大塊錢 將香港的上市公司 私有化 對賣 對賣 就是2018年的8月底到期 它一定上到A股 如果不是 就高息還款 回購 一些投資者的錢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看著爆補 過去幾個月 已經連環賣磚頭 連環賣磚頭 差不多賣到入骨 結果 今天峰迴路轉 是甚麼一回事呢 有巨頭聯手打救它 包括騰訊在內 一大群人 金主 出了340億 替它屬身 譬如全部 但可能剩下的 怎樣屬身法呢 就是開另一個對賭協議 這個對賭協議是甚麼加科呢 就比5年時間 它不是2018 即是2018 萬達不會爆煲 油小的香爐小的鬼 不會爆煲 但是對賭五年之後 萬達會重新上市 不過 少了一個很重要的條款限制 就是不限於A股 大家明白甚麼事 如果國內恥路不通 終於是回到香港 但這件事還未硬得夠過癮 最過癮的是甚麼加科呢 就是同一篇文章 最後的部分 就說 與此同時 其他內房股在香港 市值漲了五倍 即是黃建林 即是貪自德國的貧 即是積具之私有化香港的地盤 然後回去上A股 結果偷渡不到蟹三米 搞到一棟都沒有 要等人來打夠 然後同行那些 就吃光了 那些傢伙只是坐在香港 升水五倍 即是 你說誰靠誰 香港緊不緊要 大家心照 沒有了香港 那些傢伙怎麼會泵到那麼多水 泵水結果又如何呢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中國直接管得到的地方 這個好過去呢 即是叫做有少少金融 我經常說金融難民 這個變成金融九龍城寨 三百塊地帶 起碼中國不是管不到 除非他派人 好像蕭建華一樣 在四季的時候都夾他回歸 這個沒話可說 前四季都已經變成了一個難民的達宋地 沒錯 抱歉 高級版的正宅 如果有看過一些很古老的戲 我未有這麼大年紀 大家都明白 如果有一個很古老的戲 叫做Casablanca 北非電影 Exactly就是這個場面 整班難民在一個很高檔的酒店裏面 繼續在追星夢死 而外面就已經風煙四起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走爛去哪裏 一模一樣 所以誰靠誰 大家有眼看 精彩故事如何發展下去 就是萬達的Case 立竿見證 大家看到 你不是香港上市 你找自己笨的 上什麼A股 然後所有香港發達的內外房股 全部都在香港上市 有本事拿錢回去救萬達 又在香港上市 順利 大家知道什麼事 哪裏泵水 哪裏泵水 你看到 所以這個金融的話題 就是你要講有段時間去講的 但是最過癮就是 可能內房未爆 內銀未爆 來到東亞爆了都不記得 你看銀主本如何處置 如果沒有幾個好笑的地方 是什麼加科 因為它是一火多啟 整周 你是要給很重的離印費 印花稅 好像15% 交稅都交到你手軟 真的 只要交稅都要交1.5億 你哪個肯接盤 在這個情況下 豪宅會不會受壓 這個挺好玩 納米樓未必會受壓 但豪宅會受壓 連環爆 如果海航爆 如果海航爆 其他應該牽連更加大 這個 就不是這個 粵全食的空嘯 變成金融界的空嘯 大家密切留意 與此同時 我們又回到剛才的倒算 解讀有多有趣 這個時候歐盟和英國 保持香港的開放和自由 當然我覺得 絕對不只是一個 除了是一個所謂道德的姿態 老實說之前也不出聲 這個道德姿態 這個時候說是有些原因 一來就是之前說的一帶一路 上幾集我們都說過 法國自己出聲 就說路是相向的 相向與對等 相向與對等 他不接受扣投向天朝那一隻 似乎歐洲整體的立場都出來了 要求對等 你來玩得 要求對等 第二 這是正常的 也有一個說法 開始叫做所謂sharp power 銳實力 我覺得錯了 它叫做鈍實力 笨賊 不可能 一點都不sharp 沒有意思 所以我猜他們看香港 可能有一個原因 就是 其實最直接觀察這種所謂 銳實力的一個最明顯的地方 不只是觀察 要是馮博講的 觀察 覺得很死斯文 和含蓄 沒有辦法 讀得輸都是這樣 我就會說 其實香港作為 在戰前線固之前有關係 你不能夠不保住香港 這個所謂 碟戰中心 但是更加重要 香港作為金融橋 就像剛才我所說的 大哥 你中國靠香港泵水的 你要拿春袋就拿香港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你拿著水喉就會死 所以其實那個國力場 未必是北京的 國力場可能會在香港 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 什麼加科呢 是中國裏面 唯一的開放金融中心 中國這裏是走不走的 你就是香港上市的 中資機構的比例也好 香港和中國的金融關係也好 信貸關係也好 貿易關係也好 千絲萬縷 走不走的 如果歐盟也好 其他國家也好 對中國最直接的經濟聯繫 那個怎樣呢 其實是經香港的 有一點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 因為跟經濟絕對有關 你說外國投資 中國所謂FDI FDI 外國直接投資 其實以登記的地方來算 最大反而是香港 但當然不是真的香港 難道你跟我有錢投資回去嗎 是經香港的 也就是說有很多國際的金融資金 是在香港作為一個平台 操作和營運平台 是用來投資去中國 進路和出路都是經香港 現在進路和出路都是經香港 所以中國自己都明白這件事 歐洲更加不會不明白這件事 所以如果說 為什麼忽然間出聲 又有一句 針不刺到肉你不知痛 如果香港的政治環境是被收窄的 難道外資會覺得安全 有機會被人起尾注 有機會的 他說你不愛國就可以了 或者我不相信你 愛國就可以了 之前經常說過金融安全 也是國家安全 這個我想他們都很緊張 歐盟今天出了一個聲明 他說DQ周庭可能違反了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絕對是 最重要是連機會都沒有給他 你不能夠 不是機會不機會的問題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那個叫做 Right to Fair Hearing 英國習慣法裏面是有這件事 就是如果他是有一個權利的 你要取消他的權利的話 你是要給他合理的抗辯機會 合理的抗辯 不一定公開 但是你總不能夠連見都不見 問都不問 我就DQ你 下一個Ruling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不就叫做 所謂程序犯錯 法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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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得很簡單很簡略 但是不明白就不明白 所以我們就沈氣一點 做完解話 解話就好了 所謂什麼叫程序公義不對 就是這件事 就是Right to Fair Hearing 就是如果他是有權 而你取消了權利的 你必須給他合理的抗辯機會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同樣道理都正在發生 其實在浸會那邊 重新要開聆訊 你無緣無故停學 兩個學生 無緣無故停學 你說他講粗口 沒有教師 是不是已經有Ruling 沒有 即是你要聆訊 不簡單 所以馮卓教書 他也知道這些 現在的浸會學生 就拿回幾年前 在九龍堂 不知哪裏 晚上有兩個排陸學生 在那裏搞事 對 沒有事 佛光佳 對 他並沒有侮辱先生 沒有說粗口 那裏要停學 他沒有說粗口 他做粗口的動作 他真的正在吵架 對不起 很直接 但事實上是 你說緊要還是做緊要 做了都不用罰 做了都不用罰 說了都不用罰 還有一個沒有說 他被吵架 中醫學生說粗口 對 所以你沒有辦法不開謙 即使浸會 你以為他可以DQ 學生其實是不行的 他一樣要開靈訊 因為你有權 讀書 忽然停了讀書的權力 即是怎樣 對於DQ這件事 歐洲人都頗有歷史的教訓 是很深刻的 之前我看過的書 就叫做《維帝三帝國服務》 其中一個最大的DQ是甚麼呢 就是德國的科學界 DQ了一班猶太裔科學家 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包括愛因斯坦 DQ了 風潮底下 很有趣 要你證明自己有阿里安血統 要你證明自己沒有猶太關係 還要很急的命 總之之後又開了很多豁免條件 他就高興了 例如你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復過疫 證明你中心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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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不然就立刻走 之後還發現 反過來 他要討論你又不同 又有另一個好玩法 就是叫白種猶太人 同情猶太人 就叫白種猶太人 雖然你的樣子是德國人 不過你是白種猶太人 血統論 不重要 血統論也是欺騙你的 最後一句 我不信 又是那句 你就是德國人 他都說你是白種猶太人 死了 所以你一玩到這一樣 我玩DQ 其實就是 玩過了 所以這個不奇怪 中世紀的時候 那個Inquisition 你知是宗教十判 一樣 一樣 你是不是女巫 你說你不是 即是你是 一樣 你抗辯 即是等於你是 解釋就是掩飾 解釋就是掩飾 其實這件事 人類自古以來都沒有問題 人類已經吸收了教訓 所以為何那麼多 所謂的規章制度 有好程序 甚至不寫明 他暗瓦底 都知道不是這樣做不行 因為他已經建立了這件事 他已經吸收了教訓 即是交了學費 我不知道中國這邊發生甚麼事 真是樂此不彼 說起DQ還有一件事 很搞笑 當時我來分享一下 DQ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是否被DQ了 所以他離開 因為他是大外國際和平主義者 甚至乎也是反對 其實以愛因斯坦的地位 已經拿了諾貝爾獎 已經發表了相對論 其實他如果願意配合納稅 其實一定是可以留下的 當然他不是 他要為同胞出聲 很正常 很正常 然後DQ他 然後德國方面 物理學最高的學院 就說 愛因斯坦玩政治 我們是中立的 我們反對他做這些舉態 當整個德國DQ了猶太人 那不是政治 但是我這班人 猶太裔科學家 要發聲 他們就玩政治 他的聲明是這樣的 歷史 歷史 白紙黑字 白紙黑字 那班人就是 北伐拿了諾貝爾獎的人 他們最主要的就是 他真的相信我 納稅黨DQ猶太人 對於 依法 依法 就是這個 納稅德國的法律 那不是政治 那不是政治 是法律 是法律 你反對法律 就玩政治 一模一樣 是法律 審慨上也記得 有看到寫著書的作者 都特別抽了這件事出來分析 就是那些人對政治 什麼為之 政治什麼為之 不是政治 其實這件事很像 是一模一樣 威權政治 可以有什麼新花 太陽底下無身事物 所以歷史上 這些完全發生過柴 歷史只不過是證明 人類從來不讀歷史 現在更不簡單 而且覺得歷史跟自己無關 就越容易犯錯 是啊 前居可鑑 你不聽就不聽 就撞到就哄到 這件事真的發生過了 歐洲的背景 其實他們很清楚 你玩這些DQ 或者因為 這麼唯心去處理這件事 基本上永遠都玩了 因為華大佬明明說了不是 說了我 所以另一個說法 呂王也有說過 就是共業 共業 又是那句 當納粹去德國 要用所謂的依法 去行使這些荒謬的事的時候 大家不制止 還要贊成那一隻 還要好肯配合那一隻 最後就整個德國都包散 就這麼簡單 你可以怪誰 共業 剛才說了一本書 他看的就是 即使是最上層 德國這群精英 當時在想什麼 的確他們覺得 覺得那件事 第一 有一群人是預期 納粹黨是會很快玩完的 當時他們覺得 當然事實上 最後是打仗輸 結果很糟糕 還是很快 以為彈花燕 有他 十年之內是不見了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最重要是我們保持自己的中立 我專業 每天都繼續研究 在教書 淺照尋 淺照尋 最重要是我的科學地位 有光環 有光環 沒有事 雖然他們不喜歡納粹黨 大部分科學家都不喜歡 因為老實說 他們根本覺得希特拉算得多 對他們來說 這些是 心裏當然覺得他們不夠班 但是後來的而且確 這一群精英 完全被納粹黨 玩弄於鼓掌之中 基本上要你趴下就這樣 你不玩政治 政治來玩你 很簡單的事實 一開始就以為 搞不到 問題就是 現在跟香港的情況 一模一樣 什麼是搞不到 什麼都可以搞的 你不如問 哪個地方搞不到 我想不到 有些叫納粹科學 例如 逼一些科學家 當時其中一個納粹的理論 就是 很有趣 總之你們一齊要寫文 反對這個相對論 對 發起過一個運動 叫做100個科學家 反對愛因斯坦 反對 反對 說很簡單 是說 對就對錯就錯 或者說 100個還是1000個 對愛因斯坦 對愛因斯坦來說 不上心 問題是 當時的德國那群 不是港豬 叫得豬 可以這樣說 依然是過著 他們很悠遊的生活 納粹德國興起那段時間 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 納粹德國興起那段時間 德國是經濟復甦的 不要忘記這件事 納粹德國興起那段時間 未打仗之前 德國是經濟復甦當中的 因此有很多人 覺得享受這個太平城勢難得的好日子 就不出聲 一模一樣 以為自己會免於災難 可惜是不會的 相當多當時的德國精英 真的覺得這些事與他們無關 真的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覺得可以有一點叫做不搞政治 我們只做實事不玩政治 沒錯 一模一樣 最後要玩一些科學家很有趣的 例如一起寫文反對相對論 因為這是猶太人的陰謀一之一 也不符合阿里安精神 很有趣的 研究一件事叫宇宙兵的理論 他們相信 很奇怪的 總之之後就搞了很多事 基本上如果再玩下去 其實就已經和鄰近地區很相似 就是那個文明 幸好納粹夠快玩完了 還未能登陸太陽 是啊 幸好納粹夠短 不然德國優秀的民族 陷於這個萬劫不復地 已經燒了書那樣的了 燒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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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燒我恩斯坦的書就要 不知道 還燒很多的 基本上是一群猶太人 頂心頂肺 馬克思那些 全部得罪猶太人 馬克思那些活該死吧 活該燒 活該燒他吧 可惜燒得不夠盡 可惜 所以從歷史上 其實歐洲人對這件事的看法 人家交了學費 知道了 所以變成為何 英國胸口傳統一回事 歐洲記憶猶新 還有這兩個世代的時候 他們怎會忘記 很明確的一件事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這個所謂為何違反人權 篩選對他們這麼敏感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什麼叫防備導致 你由篩選入手 去到最後 你就可以是種族滅絕 是同一條線 你明白嗎 像吸毒一樣 你入得第一口 接著去到最後 你想想 他們領教過了 他們自己知道 他們自己知道 所以為何他們會吵呢 就是說 他們想著自己 實際利益出發 香港是他們賺錢的地方 大哥 你拉閘放狗 就是想怎樣 所以變成這個 他們發聲就聞到糯味 聞到糯味 這次的糯味很過癮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1842年 當年的中外的變化 當時都沒有這麼強烈的 所謂人權概念出現 去吵這件事 結果都搞到開炮了 這次會不會又是這麼嚴重呢 不敢說 但是趨勢是很類似的 趨勢很類似的是什麼加科 西方依然是扣關要求公平貿易 這件事其實重複分150年前的事 重複分150年前的事 歷史不斷不斷地輪迴又輪迴 就算特朗普自己之前都說 他說他自己是歡迎自由貿易 不過自由貿易就應該要公平 要真正的公平自由貿易 不是玩笑我 他就是說你玩笑他 他直接把那件事說白了 他覺得你在那邊玩笑 他覺得你在那邊玩笑 在那邊玩笑 利用國際貿易的開放 自己保護自己的工業 有抄襲東西 他特別點名 抄襲 抄襲 不公平 其實他很直接地把這件事 雖然說得很白 說得很白 就知道誰 所以你會發覺 其實國際輿論 不論是極左與極右 在法國 都會說同一件事 就是中國並不是在玩笑公平 在這樣的前提下 大家有反彈是合理的 不是反中亂說 不是這件事 反過來 其實又是那句 又看歷史 又看過風頭火勢 照計是在去那個方向 我不覺得這件事 在中南海有甚麼值得開心 一回事 越來越多這些事件 都指向了一點 已經形成共識 亦都開始有些輿論發動 整個西方都已經慢慢形成 我想是共識已經知道 很清楚 的而且確 如果不坐視這種情況 所謂和平崛起 到底信不信 當然不信 當然不信 很清楚 香港會有甚麼影響呢 繼續磨心 繼續磨心 往好處看 我們就繼續Casablanca下去 我們是爛民營 歡迎爛民 你戴金戴銀還是戴銀 沒甚麼所謂 我們絕對歡迎 但另一個過癮的就是 在一帶一路上 另外一個地方的大反彈 我欠了大家 上次提到這件事 都要搞數了 到底印度搞哪一科 因為的確是一個跟中國大動干戈 真是打過仗的國家 不要忘記了 還有印度 雖然中國自己 吹到自己 天上有地下 無謂教訓些 差心 但是依然是那一句 所謂的戰爭成果 是全部退回印度 亦都說是麥馬紅線 麥馬紅線 反略中國的西部 然後就畫了世界 諸如此類 這件不給那件不可以 但終於中印戰爭之後 中國是退回中國的中方邊界 而依然是印度佔領 中國Claim的中國地方 宣稱領土 而上一次 這個掟石頭事件就同樣 就是中國在自己宣稱的領土上起功勞 印度就過去搶了他的殘滅機 雙方就在對此當中 用木棒和石頭 最後可以回復 石器時代 用木棒和石頭膠治 沒錯 我們又記得愛因斯坦說過 第三次的膠治 第四次 第四次 就是用木棒和石頭打的 他們已經超越了 好厲害 我們已經過了 世界上差不多一半的人口 制裁世界上差不多一半的人口 而他們絕對有能力發動第四次 世界大戰 已經發動了 半個世界的人口 好和平地收了手 正啊 問題是中國好像沒有什麼甜頭 公路也建不成 印度制止了中國建公路 很重要這件事 即是你說和木也好 大家不打仗 說什麼都好 而是你想建公路 被石頭打停了你 所以這件事 中國肯定是挑機的 而另一個更過癮的變態 是甚麼加貨呢 是阿琛琛開口牌 說得明巴基斯坦是犯骨仔 說得明巴基斯坦是犯骨仔 騙我錢 食隔棍 要停止換坐 甚至追他拿錢 為何會發生這麼大件事 巴基斯坦的確是食兩家茶禮 一向是食兩家茶禮 最新發展的是 巴基斯坦容許中國 由中國的鐵路 去到印度洋 去瓜達港 瓜達港完全繞過了印度 直接去了阿拉伯海 印度洋的西岸 在這種情況下 說印度會不出聲才會站起來 所以你會發覺 有一個很過癮的外交聲明 就是自從美國總統 特朗普 抹擦了巴基斯坦之後 印度是代表歡迎的 當然 對於特朗普 極重大的外交勝利 而大家經常忽略了這件事 如果說有一個 所謂新島鏈環繞著中國的話 印度肯定是一個很大的辦法 而這次印度是非常擁抱特朗普 你說他如何驚訝都好 印度擁抱特朗普說他做得好 要分清敵鵝 敵鵝是甚麼科 就是巴基斯坦站在印度那邊 擺明印度就會站在美國那邊 巴基斯坦站在中國那邊 因此印度就會站在美國那邊 擺明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沒有好處 巴基斯坦除了跟中國的未來眼去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的恐怖分子 阿富汗那班 他也有份的 沒有先期啦 大家都知道啦 是基地來的嘛 拉登那邊被人打的 你說吧 巴基斯坦 所以一瞳瞳預期 明白吧 這樣不如我揭開啦 我走到那邊 所以在中東都有同一種手勢 同一手勢的 就是上次我們講過 就是楊汗那班東西 一狀独埋 一独埋意識列 擺明了 明知道其他阿拉伯國家基本上不會巴基斯坦 做甚麼都沒用 講難聽的做甚麼都沒用 在這種情況之下 明不明有人不巴基斯坦 反而有機會自豬死地而後生美國 是 有機會指使你 這樣反一反 人們反而可能會到處去 之前我在衰靜你 和你繼續玩買兩炷的時候 你還可以在那裡吊高來買 那倒反而逼你歸邊 你是不是真的歸中國邊 你是不是真的歸另一邊 即是美國要歸自己邊 反而他這樣 我預期讓你當我傻仔玩 不如我就揭開 要麼你就講得明白 不跟著我 對 你不要吃兩家茶禮 反而有機會看到一堆堵底 真的跟美國談判 不敢說是還是不是 但肯定中東亞國家自己互遍 也不可能理會你 據報俄羅斯是助手愚人之理 先說著 美國其實不太放他 只是眼淚眼淚 第一頭號的敵人 已經不是俄羅斯是中國 已經是中國 這次的導火線 到底會在南海 到底是在印度還是朝鮮 大家未知 大家未知 因為朝鮮忽然間金金是示好 搞兩韓合作 搞東澳 但又在扭計 又說不玩 那些人是在討論 金仔經常是這樣 但在外交環境 就是冰空戰絕對不樂觀 不過似乎 北韓局相對來說 這一期就緩和了一點 因為東澳 似乎他贏了 金仔 表面上是贏了 表面上是贏了 實在是未必的 原因就是 你明知道韓國仔 都是不想打仗 不想攬炒 但是所謂 表面贏了 就輸了什麼 金仔其實 並沒有多度朋友 尤其是和中國關係 是急劇惡化的 兩韓緩和 都要在中國那裡 輸一口氣 但是有沒有留意 近拍劇 你以為那些美國佬 不知道什麼 打你還是不打你 的分別 不停地在海上 是折你的運油船 你說 忽然之間 科技先進 那個無人機 可以偵察到你在海上運油 都不是今天 都不是今天這麼簡單 其實你看到後來新聞報 後來它蓋住 不說那麼多 無線都說很愚蠢 簡直說得很仔細 就是說 你每一艘船 其實是有自動識別的 你那個衛星識別系統 因此是報安全 是去到某些地方 你自己會吃鬼了 然後兜了圈 然後就開回來 誰人都知道 就是說 講得難聽 那些每艘船 都在追蹤創置 你刪得 然後在哪裏出現 鬼不知道你出在鼓劃嗎 所以那些人 其實一直都檢查 這些不是新科技 對不對 其實所有的數據也好 美國都沒有在手 踢爆雨 不踢爆的分別 其實 而踢出來的話 每一刻都會刪著中國 還有你知道 很多香港註冊的船 是做這些生意 對 包括難民營 一向我們都是做這些 法國難財 一向都做這些 抱歉 法國難財是無謂的 對 就算在港英時代 就是禁運 就是被禁運 不知多少東西透過香港運上去 對嗎 大家都明白 那幾個船王 為什麼要這麼多東西拿在手呢 大家都明白 那幾個家族 船王 真的幫大陸運了很多東西 很愛國 很愛國 問題是這次被人打出來的 這幫傢伙 全部都是截著中韓之間的關係 中朝之間的關係 問題是朝鮮 又說了一句 正式宣布中國是千年縮敵 大中華帝國千年不斷侵略他 說了這句也很反面 其實一向都是 有哪一個不是千年侵略 越南也是這麼說的 是啊 哪個事實來會越南 哪個也是 而且每次越南都贏 每次越南都贏 中國未贏過 就行了 1979年 現在的自衛環境戰 又是輸了吃藥菜 所以中國未贏過 所以不好意思 就算你計算蒙古元朝 都是輸的 都是輸的 元朝就不算中國了 對 對 有些人覺得是 每次計算都輸 總之未贏過 總之未贏過 可以這麼說 真是麻煩 所以中朝關係 這是一個最新的熱火地點 以火頭來計 朝鮮是最明顯的 中國歷代以來 歷代以來 自古以來 反抬死人 都是在這個 無鄉遼東浪死光 那個地方出現 會不會這次有歷史重演 不知道 但是外來關係 非常明確地 中國絕對不利 現在每次都橫橫相扣 各方面似乎都被人打得很緊 對 香港在這個情況下 亦是其中一個 別人擱你的位置 夾你的位置 對 都是其中一個 亦是歐盟出聲 歐盟出正式的聲明 歐盟出正式的聲明 只會越來越強硬 只會越來越強硬 即是歐洲的正式立場 你說DQ 就像周小姐一人 DQ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你是 違反人權公約 不合你們 剝奪了選舉權利 很清楚 這個是一個步向 一個 特別說到 影響了個往 香港開放社會的一個 他每個人都不看 真的這樣理解這件事 其中一條就是 你不能夠因為一個人的政治取向 而剝奪他的政治權利 就這麼簡單 很明顯的 這個人家理解就是 由開放社會 變成封閉社會 一個前線 先兆來的 對 那個叫分水嶺 對 分水嶺 你踩過這條線 跟著下去就是納粹德國 對 沒有第二種 是方向來的 不是程度的問題 是方向的問題 所以 你走到這步 走到那個方向 所以 之後怎樣 我相信 一定會繼續發展下去 不會這樣停下 當然 最理想是宣佈香港 所有的香港人都是難民 嗯 對 即刻 都問你英國 歐盟時但選一個 立即去吧 嗯 這是反應 我回老家 回法國 哈哈 又不需要我隨時回去 無所謂 那就好 差不多了 今天的時間 差不多了 不能玩太晚 第一 馮博正在作病 不好意思 今天天氣又差 是 作他也有 今晚越傳聖 越傳聖 對 另外一件事值得紀念 就是公屋之父病逝 這是受一個哀悼的一件事 記紀念 亦哀悼 這隻貓就搶了鏡頭 不好意思 哈哈 這一位 紀念公屋之父 是麗德先生 Mr.Right 有一點背景 大家不要忘記 這是真香港人 雖然他是外國人 為甚麼呢 他三代在香港出生 即是開埠以來 他很期待在香港 而他更加參加過香港保衛戰 保衛戰 成為戰夫 入住民營 然後和平光復之後 立志要為窮人爭取尊嚴 因此設計的公屋 一定要是最基本的設施 要有的 即是獨立的廚房廁所 就不像現在的納米樓 就將獨立的睡房 就黏在獨立的廁所 你就躺在廁所裏面 那隻 那些說法是很尖酸的 那些網民就說 英國佬幫我們搬上公屋 而這個港英政府 就搬進劏房 區政府 對 除了這個公屋之外 Mr. Wright也有一個建築 是他的首席 就是中區政府總部 政府山 都是他的首席 都是他的首席 很漂亮 是實用主義 是實用主義 是實用主義的 上面的設計 就是把中座和所謂西座 甚至西了下方 東再下方 不記得 太久了 在那裏之前 那裏也是一個挺有趣的建築 就是一個香港特色 而且他的設計 是非常之刻如其分 表達了殖民政府那種 你看到他不是官免堂 而是實用主義 是實用主義 退隱在中區裏面 你不太覺得他存在 在山邊 你不覺得他存在 他不會阻礙你的 小政府 其實這裏表達了一個權力觀 是啊 小政府 其實這裏表達了一個權力觀 小政府 就是港英背後的殖民 由建築裏面 亦都看見他背後的用意 這是真香港人 大佬 一加三多 剛剛上個禮拜 都是香港開埠的 177年 其實你說香港的歷史 是的確有國際結連傳統 是啊 不少人 基本上一向都不是用一個所謂 你是否中國人 做一個介紹 是 到底你有沒有建設香港 我想這是很大的指標 老實講 你拿什麼 你三代 都給金子晶勳章 都不是過 老實講 人人有 你那些六十年代 人都有 算了 他不想要 所以他來講 可能是侮辱 對 跟什麼人一起拿話 跟什麼人一起拿話 嘩 這些是實際上的實際 在那個戰後艱難的年代 我仍然自樂想做到一個尊嚴的公屋 所以你什麼叫深層次矛盾 大哥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明白 到底哪些人是為香港好 哪些人不是為香港好 麻煩你自己想清楚 你那個界線想怎麼畫 我們再一次說 其實這些 所謂的意識形態 我覺得沒有什麼位 我們一向都 我一向都有很多話說 意識形態 有很多話說 這是不少香港人 整代的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一回事 最怕是遺忘 遺忘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很多人穿著附圍 塞了很多東西 又去扭促了歷史的諸如此類 但是又是乘著這個機會 提醒大家 不要遺忘 已經是很重要的東西 面對事實 如之前 認清事實 有位前中央駐港官員 就說英國人是羅夫 你沒有資格說話 日本人打來的時候 走了去 不知多少 英國義勇軍團在香港 有份 誰有份保衛香港 他也有份保衛香港 當時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香港應該是堅守日軍 最長的一個城市 就是 沒有一個城市 比香港抵抗更久 是 沒有一個中國城市 守得好像香港那麼久 還有如果你有南山 你黃出聲 現在臨美出聲 豈有此理 快點出鏡 臨美的一分鐘 不行 我現在還要看到angry bird 很可愛 有啊 有啊 angry bird 我認得給大家 如果你有行山 在大潭那邊走上去 有一個位置 你見到它有個碑 那個碑是寫著 那時候的加拿大軍人 來到香港 是幫助香港對抗日軍 是啊 是吧 OK 那勇敢的英國人 勇敢的加拿大人 幫助香港做了這些事 我們不是死的 我們是記得的 而更加擺在眼前的就是 你見到 例如他們做了些事 公屋 剛才提過 以前 Mr.Right 還是Sir Right 他的公屋是 不用你很肉酸的 養一個女生 夜媽媽 放工 是啊 是啊 走到行尾上去洗澡 然後不知道隔壁的那個變態 金魚佬會不會看你洗澡 你煮飯 然後你煮鹹魚 隔壁的家人又說你臭 總之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空間 你可以很dignify的去生活 是吧 那除了這件事是他做之外 那你譬如 我們說 大陸到現在 打他打了一千幾百年 都未打到的 ICAC 這些 大陸現在還有低端人口 這個概念 什麼公屋 你都叫低端人口 要被清算的 陰公 搞清楚 低端人口 不單止不能夠在偉大的 中國的首都居住 連附近幾個省市都不接納 很簡單 你又不選五六月的時候 或者九月的時候 你是要選擇十二月嚴冬 凍到仆直的時候 趕人走 趕了出來 然後趕在另一個地方 你還不走 我一把火燒了你 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麼短時間 會發生兩 兩三宗的火災 而受災對象都是低端人口 這個未免真的 有些不太巧合 所以你說我們都不算挑撥中港矛盾 不過這個中港分別的事實 就是非常明確的一件事 我們是point out的中港分別 我們只不過point out的中港分別 如果有人好像馮博華 可以引述到 說英國佬是懦夫的 我覺得英國佬殺死的日軍 比共產黨殺死的日軍 數啊 你覺得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有數的計 是的 你想想麗德川 除了撇除你的首詩 八路軍 首詩這個神經 這個不行 這個不可以算下去 我接受不到 我只能接受首詩計 算上他首詩那些可能有 在宵宵人的精史也有 斷液計 倉井老師 倉井 倉井老師 假的了不要想了 但是有什麼資格 誰說誰是懦夫 誰殺得日軍多 你數啊 還有香港有公共醫療 即馮博那壇 你的專長的時候 大陸還在做這個 Doctors on foot 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 還在搞醫療 轉頭又在搞三反五反的時候 連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連那些人自己病死去 即是你小病就熬過 大病就死去 是吧 是 公屋、公共醫療 這些都是港英德政 基本上是四個之處 還有連結 起碼去上訪 不會要被打 不會尋人之事 不會在這個叫做 什麼國家主權 我記得當時在英國讀書 有個廣東的同學 我說 其實英國人對你們都不太好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 我們其實不太喜歡英國人 不過我們懷念他的德政 第二 你一句說話 你認同他對我們不好 駐腳 唯一一點我認為是真的 就是他放棄了我們八四年 對話就結束了 他站硬就可以了 其實 我說很簡單 很明顯 他colonize 香港 從來都不是為了你的利益 我說這點 我只要他就知道 這點你都要講我明白 難道他為了改善香港的人權狀況 不過共民民 而實際上 他 當自己是高等民族 你是低等民族 都是事實 他是殖民主義 都是不錯 不過 他對下人都好過有些國家 對自己人的方法 我們是看實際的 你說是對我自己人 但你做的事比別人差 那我寧願做他妹仔 還是做你自己人 上次我們說補選過的選擇 吃雞腿和吃屎的分別 換來的 其實我們又不是 憎大陸人的喜歡 也不是這回事 不關事 那些年輕人佔英國旗 他鬼見過英國人 其實 沒有見過 為何要這麼情緒化 為何要是愛恨的關係 而不是很客觀理性地去看 其實他留下來的 legacy 是不是 即是他的 不要說文化遺產 他的制度 他的法治 至少我不需要認識法官 我需要去打官司 是不是 我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都說你不怕割個包皮中間人 要你拿紅包 割個包皮事小 我告訴你 你被人拖開了 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你連想吵 我支付寶歌 都不行 大佬 Anyway 算了 別覺得那麼灰 開心一點點 下個禮拜 接近和你新年結束 OK 要準備新年結束 是的 女王會不會出鏡 不會 熱萬中期待 我這件其實都很適合 有紅當幫 是的 但是最後一句想問你們 你們覺得文翠先生說 看到習近平 會反映香港的人權狀況 遇事等等 議員被DQ 又受到歐盟注視 你覺得這件事怎麼看呢 上次剛剛說過 都是經濟利益 表態一回事 英國佬很實際 這次我想他們 又拿過來做籌碼 我不明白 這回事 不如加大BNO的數額 不要五萬 實惠一點 不不不 即時宣佈香港 所有人都是辣民 真正 BNO的數額 反而英國就怕些 歐盟出聲 有氣體 是的 歐盟出聲反而有氣體 正式說的 DQ周小姐是違反了 當然她說你是違反了 基本人權 她點了一個條例 剛才我都說了 是開放社會 是的 這個條例其實是可圈可點 是的 她已經意味著 剛才我們講DQ 剛才我們也舉了一些 納粹的故事 什麼叫DQ 這個東西是 趨勢去哪裡的問題 她一定是玩DQ的 是的 Start with 是的 這個是很清楚的 由她DQ了 由猶太人開始 其實她就開始了 所以玩DQ是一個 最重要的信號 是的 沒錯 人家看著就說你是 步向 即不是開放社會 或是害怕的 下個星期 剛剛好 應該是文翠珊的新聞 我們可以追蹤了 是嗎 好 新聞特色就是說文翠珊 下次說文翠珊 好嗎 好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